事实上,随着大湾区规划成形 近年已经有不少本港 以至国内巨规模的医疗机构进军大湾区 加上内地的医疗管理和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为跨境的医疗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反观本港,在医疗服务的公司仍严重失衡 加上人口老化加剧的情况之下 公营医疗服务的压力持续增加 我们更加需要面对医护人手短缺 医疗开支,节节上升等等的多个问题夹击 可谓困难重重 事实上,透过跨境医疗合作 我们有望将部分病人分流到内地高规格的医疗机构里接受跟进 从而令到个别轮后时间极长的专方服务 或者是本来面对着人手资源局限的服务 例如眼科、牙科等等服务得以减压 帮助病人尽快获得治疗 减轻他们所受的痛苦 跨境医疗重点在于合作 当中不止是照顾港人的医疗需要 更加是希望对本港和内地医疗服务的长远发展有良好的影响 令到双方在医疗服务和专业发展做到互补不足 发挥协同效应才是最重要 过去港人在对内地的医疗机构可能是比较没那么多信心 但随着近年不少港资的医疗机构落户在内地 将港式医疗服务的管理模式带到国内 令到病人得以较相宜的价钱 也不需要经历数以年计的轮后时间 就可以得到相当不错的医疗服务照顾 不过是否只是西医专业服务就可以有这种交流进步呢 近年我们经常都提到要善用中医人手 但到底怎样善用呢 我们应该善用地理的优势 向内地的中医医疗机构取经 学习内地的中西医协调互保的经验 为本港未来的中医专业发展定下新的方向 加强交流将有助改善 本港整体中医药系统管理及专业发展 例如我们西医有药剂师 但中药执药院同样需要不少的专业知识 我们有没有条例可以推动中药师这个专业培训呢 从而更好推动整个中医医疗系统的持续发展 透过加强推动跨境合作 医疗合作将会得到更多的启示 本人仅此陈词 支持原意案同一众修正案 感谢观看